嗨,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李翰老师 今天这部影片非常的特别 是我们去高雄 高雄,你没有听错 高雄的大鲁阁草牙道的 零路赛道乐园里面的卡厅车厂 这一次真的要感谢 一些高雄的企业组跟车友 可以提供 赞助让我们下去拍片 不然我们本来想说,这那么远 应该很难有办法去到那个地方吧 但是赛车是一项非常好的运动 你看,大家都对赛车这么有热情 这一项运动真的是 我不知道该怎么说啦 反正就很赞啦 这一部影片有三十几分钟 因为我想说都已经下去一次了 那就把它录得完整一点 那为什么三十几分钟呢 因为这一部影片 我们那一天总共下三场 第一节第二节第三节 那我把这三节就是一刀不剪毫不保留的全部放上去 好,因为我怕下次再去可能 所以我就尽量把这一个把它讲完整 OK,请各位跟着看下去啰 GO 我第一场坐的是15号的车 你看左边那个是我们的简师 十几分之戴著口罩那一位 你看他在录我 这个算是磨平的嘛 Ice 算啦,因为已经快了 不过,没关系啦 就没有插啊 那一天那個輪胎啊 就是那個洞啊 已經很淺了 非常非常非常淺了 然後現在準備要出發了 那非常淺會幹嘛呢 會轉向不足嘛 對不對 抓地力不夠嘛 所以你等一下注意看哦 我在繞過那個彎心的時候 彎頂點的時候 實際上都沒有摸到 或者是沒有摸的真的很深或很正確啊 就是因為他的輪胎 抓地力沒有那麼好 而且他剛好又是在外側輪 你看這就很吃虧 好啦開始了 踏上我第一次 這個連續彎還蠻簡單的 但是一開始大家比較問題 應該是這個 要下隧道之前的這個地方 有沒有 你從這裡還可以看到 我很多就是超車的技巧 你看 你看我還是很小心 哇 你看大家都很兇猛 你看我多小心 大家都擠得非常的兇猛 是吧 但是沒有關係啦 應該是也沒辦法 跑在我前面多久啦 對不對 像素人啊 通常開車都有一個習慣 就是他過彎的時候 那個方向盤就是 沒有即時的回正 所以會導致他的車子 會比較靠進去一點點 對吧 好 你看 我們的內線煞車就是優衣 哦 我沒有這裡操哦 哦 他可能感受到我在旁邊 有一點點壓力吧 是吧 在轉的時候發現我都在他後面 對吧 現在就是嘗試這裡啊 哇 我還跑了 你看我還收油 再補了一下 沒辦法第一次跑這個賽道 接下來過這裡哦 玩速稍微慢了一點 因為沒有跑過這裡嘛 好 就盡量 那你看我跑這個跑得很大圈 這個地方實際上是沒有下油門的 你有沒有發現剛剛那個引擎 欸不是引擎 輪胎聲音稍微ㄍㄧ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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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ㄧㄤ 他把他的抓地力 都轉化成聲音了 他的能量都轉化了 所以你只要記得 你只要聽到輪胎一直嘰嘰叫 你看這時候會外跑 你只要聽到輪胎嘰嘰叫 他就是已經超出他的抓地力了 你看我現在都吃了很多對不對 你有沒有聽到一些聲音 他在砰砰砰砰砰 才剛開始跑他就在限制速度 他有講啊 如果就是有人在賽道上發生事故的話 就是會限制你引擎的處理 有沒有現在這邊有一個人 他插在那個賽道裡面 通常會這樣就是你轉彎 我剛剛講你轉彎 然後你想加油 但是你方向盤又不放 他會直接這樣轉彎 直接又撞進去對吧 所以要適時的 你在加油門的時候 你就要回正你的方向盤 你在加油門的時候 就要回正你的方向盤 你的油門跟你的方向盤是成反比的 也就是方向盤打很大的時候 你的油門是不能下那麼大的 那你開始方向盤越來越小的時候 你油門才可以下大 OK 那現在就是用很慢的車速 稍微繞一下這個過程 是吧 然後你看我連繞很慢 我都不管 都還是要超車 你看 沒辦法身為一個賽車手 就是沒辦法前面有車子 對吧 就是不斷的一直往前操 往前操 好這個人被救出來了 好吧 那我們就趕快經過它 趕快開始 Free Run 這一次比較可惜是 因為我禮拜天才有空 我禮拜天 就是不用教書 然後我通常禮拜一到禮拜六 我都要教書 你看剛剛又沒摸到外星 我禮拜一到禮拜六要教書 然後所以 這一次去就是挑禮拜天去 那因為禮拜天就是遊客有很多 是吧 所以很難有就是 Free Run 然後到處都有人 然後閃車 然後要做出 就是時間的機會不多 但是我覺得這都是借口 對不對 身為賽道狂人李漢老師 應該要 是不是 有車檔也要做出最佳宣術啊 對不對 是吧 這怎麼顯得出你特別 怎麼會好好檢討 又來了 又再蹦蹦蹦蹦蹦蹦了 又有人撞到了 又要救援了 好吧 好啦 但是沒關係 慢慢的就這樣走 你看 像這種連續彎道 就盡量抓直線 那這裡有個訣竅是 就是要過這個隧道以下的時候 那個的前一個彎 就是彎進來隧道的前一個左彎 那個左彎要盡量貼久一點 OK 你要貼久一點 然後在右彎 再進隧道那個彎 就可以全遊門 這是訣竅 你看 我就直接講錯這個訣竅 OK 那你也可以觀察一下路線 雖然我今天回來看影片 我覺得有些路線 我覺得是不太對的 所以你看 你要錄影像 你才知道怎麼去平衡 怎麼去檢討 這個非常重要 有時候我們在當下在看的時候 會沒辦法察覺這麼細微 因為可能當下你要注意一些很多事情 你要感受你的輪胎 感受方向盤 然後感受你的油門 感受你的煞車 你就沒辦法兼顧到這麼多東西 但是當我們現在這個有空坐在這裡的時候 我們來看這些影片 我們就會知道說 原來我有些地方這樣做是不對的 所以下次去我就會修正 所以我經過這三個回合以後 我下次去我就會修正 好 那像這裡都是全油門 這裡到就是看台前面幾乎都是把它想成一直線 把它拉過去就好 這整場煞車地方只有兩個 來 這裡一個 你看我又沒摸到彎星了 這都是不對 這代表就是 應該是輪胎的問題 OK 因為有時候你為了摸到彎星 你煞車降速就會降太多 把你降速降太多再拉起來 又以這個Rental 你降速降太多 你的秒數就會很不漂亮 所以我在想 這是不是已經是 最Balance的狀態了 好 這也很難說了 OK 好 那接下來 我就盡力全力往前衝 有沒有 把它當成一個直線 是吧 煞車 加油 你看 哇 一群車在那邊並排甩尾 對不對 東京甩尾 登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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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天看很多 是吧 不知道的人以為在開東京甩尾之高雄版 我還是開玩笑的 這不能這樣消遣人家 對不起 我先認錯我道歉 抱歉 來 接下來 好這個地方就走啦 跟著走 好 這裡面你應該可以看到很多超車的技巧啊 好 因為你要超很多車嘛 你的決定就要很明快很明確 你看 我現在就趕快吸在後面 吸在後面 以後 來 撞風一段時間拉出來 這時候煞車就可以進去了 有沒有 是吧 不要趴 是吧 懂嗎 因為你在內線嘛 你要轉彎完 他才有辦法轉彎 知道意思嗎 所以你就把它當成直線煞車就好 只不過那直線煞車要煞得稍微比較久一點 就是這樣 然後這個彎實際上煞很少 煞一點點就好 我那感覺是這樣 就一點點 這是後來感覺 一開始煞煞比較多 然後進入這個彎也是 好像不用走那麼大圈 我下次去我應該就不會走那麼大圈 這都是經驗 我也是看這個方向盤 或是看這個影像 我才會有所警討 然後像這個彎啊 有沒有 煞車轉方向盤帶進去 好像不能 因為你看這個方向盤 好像又有帶第二次 實際上你轉兩次是不太對的 你剛剛有沒有發現 我剛好有撞到旁邊的護欄 目的是什麼 要用進賽道 既然賽道這麼快 我們就要用進賽道 才能獲得最大的全數 但是這個準則不是每一次都對的 因為有時候 你在像這種Rental車 他車子這麼慢的時候 你走很大的賽道 反而是來繞路 這反而是慢的 你反而要走比較幾次的路線 但是這個要多走幾次才知道 怎麼選擇 你看我現在加油 哇我旁邊看那個女生 我也不太敢轉 你看我留縫給她 有沒有看到 沒辦法 這就正常超車 你正常超車的車 盡量不要去頂撞前車 或者是碰撞前車超車 這都是比較不好的 因為可能 有時候些許會有點增值 是吧 是不太好 你看實際上我也可以硬插 我就沒有 你看這是 這不是我的問題 這是因為他轉彎的時候 他又把車子拉進來 正常來講不應該是這樣 所以閃速人的車 應該盡量就是閃外線 因為他們通常都是方向盤 會拉的比較久 這樣懂嗎 OK 這是經驗 好 然後現在要直線 不知道有沒有free run 不知道有沒有free run 只是希望 這個稍微有摸到比較好 好 當然就希望就是轉方向盤 轉一次 像剛剛那個看台直線底煞車那一次 當然就希望轉一次就好 所以你有時候看 你轉一個彎 你方向盤 就盡量就轉一次就好 不要轉兩次 因為轉兩次 你的輪胎都一直在這樣 對不對 是吧 應該讓它越穩定越好 是吧 那這一圈圈數應該是不會慢 我記得那一天開 第一場的時候的秒數好像是 39秒3 第一次下車場 第39秒3 我本來設定38秒的耶 不想說我一下我就要38秒 真的是太弱 好啦 雖然這個因素有很多啦 等一下你看到第三場就知道 這個15號車教練下去試車 他們場地的教練 他們場地的那個 就是人員喔 下去試這台車喔 你等一下看到第三段 你就知道他試這台車幾年 代表我們應該還是很有程度的啦 OK 這就是路線給各位參考 直線 像我覺得這個煞車應該大概在這裡 快到黑白線的時候那個地方煞車 然後這個地方盡量大一次方向盤就好 然後把這當成直線 然後要進去之前 把吃深一點彎久一點 這時候就可以全油門 進隧道下面這個地方 對不對 有沒有 然後這個地方煞一點點 然後帶進去趕快補油門 煞一點點就可以帶進去補油門了 是吧 然後油門就一直走 有沒有 然後開始 切到彎型 是不是 然後這樣一直走 然後我後來也想 其實這個地方不用走那麼彎線 有點太繞遠路了 因為 我們 就是比較快的車開得比較習慣 那可能有時候就是 會稍微繞比較大圈一點 但是 很難免的啦 因為我們會希望獲得最佳的全數 就像我剛剛講的 但是在Rental裡面或是 車速比較慢其實是不一定的 你要去抓一下那個感覺 是吧 然後像啊 如果你想要創造一些紀錄 或是你想要跑一些紀錄的話 建議實際上你可以在 禮拜 也不是禮拜啦 就是可能平日的晚上 或是假日的晚上 比較沒有人的時候 為什麼 因為晚上通常比較涼 它的引擎效率也比較好 通常你白天比較難跑出 最佳的全數 通常都是晚上 你可能稍微比較涼的時候 引擎效率比較好的時候 就可以跑出這個全數 然後我要講一下 因為這個出租車 它其實是很吃體重的 我那一天是全裝 全裝意思就是我穿賽車服 那各位看我上次穿輕裝 在西湖的時候 大概是78.3公斤左右 全裝大概就是80 所以你可以算一下 如果你80公斤可以 跑我這個參考 第一次下去39秒3的話 應該代表就是不錯 歡迎各位跟我比較 OK 我是很喜歡跟人家 battle的啦 OK 這樣第一場就 結束啦 第一場結束 好現在緊接著第二場 第二場是12號車 第二場是12號車 那第二場我覺得 好像就有開的 稍微比較好一點 可是不知道為什麼秒數 好像也沒有更好 好 那秒數好像沒有更好 這個的秒數好像 39秒4的樣子 我有點忘記 對吧 要朝車就盡量 是吧 你看有沒有 素人是不是都會比較 方圓盤都會我比較久 你看旁邊那個是我朋友 超過那個是我朋友 是吧 他很快就說 左邊那個也是我朋友 是吧 他就超過去了 是吧 我現在就好好 好整一下 跟著他們後面 跑一下 看看他們跑的路線 我們就追追追 你從這裡也可以看出一些 超車技巧 因為車子比較多嘛 所以超車技巧就可以多看一些 好你看喔 我覺得趕快 在直線的時候 有沒有 趕快吸近一點 是吧 那有發現他外拋了 那他可能下一個地方 外拋趕快抓準內 抓準內線 傻車 嘿 這樣就應該就可以過去了 是吧 那接下來追擊下一位 有沒有發現他走的 就比較緊致 其實是比較好的 所以我下次去 我可能那個完 我就會走的比較緊一點 那你有沒有發現 我的朋友好像直線 稍微比較慢一點點 為什麼 因為我前輩這個朋友 比較重 他大概連裝 可能大概90公斤 重我10公斤 那10公斤來看的話 大概就可能是0.3秒 或0.4秒 每10公斤0.3 0.4 就這樣下去做換酸這樣子 ok 當然越重越多 其實是會越吃虧的 因為他其實 10公斤0.3 0.4也是個大概 因為你車子不可能 無限重量都拖得動 不可能 所以你大概就了解這個觀念 就好 所以如果你要塞車 你還是要注重你的體重 你還是要非常focus 在你的體重 好你看 我現在都跟在我朋友後面 是吧 好好跟緊 是吧 好好看好 欸你看我現在走外圈一點 你看我朋友就 有沒有 是不是 啊我前面那個朋友就 稍微比較輕一點 是吧 所以你看他車子低速 就比較好一點 有沒有 那你看他又外跑了 同一個地方外跑了 欸對我沒有總內線 就可以過去 所以有時候就是 你超車並不是看到縫就進去 你必須要 有換線的概念 其實超車就是 你的路線跟人家不一樣 你的路線跟他重疊 你是不可能超車的 建立一個觀念 你的路線如果跟他一樣 你是不可能超車的 你一定是路線跟他不一樣 然後你才有辦法超車 或者是你相同路線 但是你比他早到達那個點 這樣才有辦法超車 好 我現在又跟到我這個 朋友後面 是吧 好好跟緊 希望可以超掉他 跟好 全右門進去 好 是吧 前面有兩台車 我朋友前面有兩台車 像這種有很多車在前面的時候 超車的時候 都要稍微 比較小心 是吧 這也需要一點膽識 一戰二 一戰三 也需要有點膽識 好好看我表演 來囉 Ready go 你看我朋友 走內線 我們走內線 中的內線 有沒有看到 帥吧 對啊 因為我在最裡面嘛 我要轉彎他才有辦法轉彎 是吧 而且你看喔 剛剛其實你就在那個地方 我就講 你就插內線 你就煞車就對了 有沒有 你其實走到很內線 也是可以超車的 這樣了解嗎 OK 我們走很內線 我們就是在過彎的那個頂點 跟他重了 但是我們找到 他必須等我 阿如何破解這個咧 以後再告訴我 好嗎 以後有機會我再講 不然全部都講完了 你就不看我影片啦 對不對 我這樣不是很吃虧 是吧 記得喔 按讚訂閱加分享 OK 好好支持我們 這是我們做影片的動力 你看我們就有車友邀請我們下去 你看我們這樣做影片 是不是很有動力 對不對 兩天一夜 是不是在那邊玩 是不是就玩得很開心很盡興 然後把興趣跟工作融合 都在一起 有沒有 好 廢話我都說 繼續繼續追 繼續追 繼續追 哦 前面有四台車 看好看好 看好我怎麼跟上怎麼操 看好我怎麼跟上怎麼操 你看我們80公斤 稍微還是胖了一點點 是吧 還要輕一點 哦 是吧 盡量不要去撞到前面的車主 對吧 當然不要用前車當煞車啦 因為如果你在正式比賽的時候 前包桿它是可以溃縮的 如果你點掉前包桿 單邊縮進來是5秒 兩邊縮進來是10秒 所以你必須要衡量一下後果 OK 那10秒差很多耶 也就是你過了龍門架以後 後面10秒內 過的車都會排名在前面 對吧 所以你在開這種 比較慢的車的時候 就要練習 盡量不要去捧撞到前車 是吧 盡量盡量不要捧撞到前車 是吧 你看我是不是都很Gentleman 是不是 可以操他再操他就好 是吧 好 來了他外跑了 所以我說什麼 緩線 對不對 是吧 這就是超車的技巧 超車技巧不是說 啊 他這裡空檔 然後射進去插進去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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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看他失誤了 然後你就可以預測他下一次動 他還會在哪裡 對不對 他還是失誤嘛 所以他也要一樣速進下一個 他就會外跑 所以你在走裡面 把他換回來就OK 懂嗎 你看我示範的真的 很淋漓盡致吧 對不對 沒辦法 誰叫我是李漢 是吧 好 努力追 再追前面再追前面 看可不可以追到前面 看可不可以追到 看可不可以追到 一直追一直追 一直追 他剛剛這個地方 煞車煞一點點就好 那其實都要切到彎型 我覺得這都好像有點不夠 而且這走太大圈 這應該很快就進去了 應該 不用繞那麼大圈 有點繞路 然後這走太外面了 對我剛剛就講 應該走密密一點點 但路徑會比較死 你看當下開車就會 那叫什麼 那叫 然後中風濕心風 是不是 覺得沒趕過 不要 這代表我的調式還是太棒 你看又動筋甩尾 是吧 If you want to know If you want to know Ready 好,不好意思 看一下看一下 抖進帥位 好,很刺激 好,現在 跟在那個 Michael Jordan的後面 因為他是23號 Michael Jordan 你看他切進去彎 是不是好像比較快一點 是吧 好,他放過 可是他沒想到還比我愛情 是吧 我加速還贏不了他 好吧 沒關係,走走走走 工作人準備回席 有沒有 鐵面車子可能就是 像這種啊 就是一個煞車的優質完 這種是基本功 這種要練好 真的要練好 不能就是 盡量不要在那種玩失誤 不管在那種玩失誤都很可惜 你看哪些 帶著煞進去 對 像如果像這種煞車 你就可以帶著煞進去 其實車子會很穩定 你重心都壓在前面 然後再慢慢慢慢推進去 其實車子不會跑 不會滑 其實都蠻穩定 蠻安全的 OK 好 Go 它是不是要揮起 對吧 好啦 第二拳又結束 你看 我就試一下 是吧 其實我覺得 剛剛如果再過那個1號碗 如果可以很快把方向盤回正打正 搞不好這個S1可以爭取更多時間 累積的速度會更快 因為賽車的速度是累積出來 你前面要做得好 你後面速度才會一直疊加上去 所以你看有時候真的還是要看影片 你看影片回放才知道說 自己就是到底哪裡做錯 所以我會建議各位就是 一定要加POPO 然後回來看 方向盤盡量不要這樣一直 一直抖抖 代表就是動作太多了 是吧 油門不要這樣嚇不嚇嚇 嚇不嚇 煞車不要踩不踩 不行 就要很乾淨 油門 煞車 油門 煞車 就是很乾淨很俐落這樣子 很順暢這樣子 開車當然是這樣 對不對 溫柔的暴力 很溫柔的開車 但是把車開得很暴力 也就是很快的意思 很溫柔很快 像有一首歌叫什麼 甜蜜的超人 不是 金城文的歌嗎 不知道 好不管 好 接下來就進入到第三場 你看我的檢視 沒有 沒有啊 開車 我們再找15號車 找不到 真的 你看 教練幫我試 剛剛一開始 第一場的15號車 有沒有 15號車 是吧 場地的人 場地的人 好看一下 這樣應該對不對 是不是 有公信力了吧 對不對 代表我們程度 對不對 對 不行 開玩笑 呃 還是 保險期間會下去確認一下 場地工作人員 開3917 3925 有沒有 那是那個 場地的工作人員 就是教練開的 秒數 有沒有看到 39秒17 我剛講我該第一場開多少 我第一場下場開多少 39秒3 對吧 你看他172325 你看他 你剛剛應該有看到吧 來換我這個出去 好 我的朋友讓我先跑 我就先來 因為要free run 對不對 是不是 他試車回來以後 這台車就換我開了 就這樣子 你看這一次很明顯 我就稍微比較熟一點 有沒有 對這個賽道 就真的稍微比較熟悉 玩速就越大越快 你看 剛剛有沒摸到 沒摸到都不及格 但是我會講 因為他的輪胎的關係 有時候你要摸到 你變得速度會降太低 就跟雨天一樣 雨天你不能要求 你要走最緊緻路線 這可能是沒辦法 是吧 你可能稍微要繞大圈 是吧 這個道理就跟那個有點像 因為他就很滑 他就走不到那個 走不到那個速度 走不到那個回轉半徑 如果你要走那個回轉半徑的話 你變成你就速度就要降很低 是吧 這我就講 彎久一點 再打這個彎 知道嗎 彎久一點再打這個彎 好 前面 一堆車 選好選好 我就說速人的話 盡量就選外線 是吧 就比較沒有問題 因為通常他們都 比較害怕 不敢把車子放出去 所以如果要超速人的話 盡量選外線 那如果對高手的話 當然就選內線 這不用講 對不對 因為高手 車子都放在外面 他一定會用盡載到 對不對 是吧 你就只能在內線跟他平插車 好 轉到你看就沒摸到 這真的是 我就講 這是顯倫輪胎的問題 沒有動啊 對不對 是吧 哎呀 我會這樣一直想摸 對不對 是吧 好 有沒有 你看這就失誤了 有沒有 你有沒有發現這樣打就失誤 你就知道剛剛失誤 剛剛失誤 你就可以透過路一帶去回放 你就會知道為什麼失誤 路線走得對 如果你剛好回去看 他其實那個路線是不太對的 我剛走的路線不太對 因為我可能也在試 我在想說 可不可以再走更緊緻一點進去 所以導致那個失誤 這樣了解嗎 OK 好 現在來這裡啦 前面又有車 好 沒關係 這裡煞車 帶進去 盡量打一次方向盤就好 OK 然後這裡把它當成連續彎 走 有沒有 走 走 對不對 好 我就講這裡煞一點點就好 對 帶進去 走走走走 好 這裡不用走那麼大圈 是吧 我說我了 前面那個也走蠻大圈 其實也 不對 應該 我覺得應該小圈一點點 好 現在跟在他後面 找機會 拉 有沒有 這其實就可以了 煞車就進去了 是吧 你的後輪 基本上只要過他前輪 就沒有問題 這人家在談戀愛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是不是 稍微 稍微 對不對 人家 對不對 愛 愛之車耶 是吧 我們還是慢慢走 不好意思 我這樣好像有點帥 改天我要帶我太太 是吧 我要帶我太太 我也要 對不對 挑戰雙人車 是不是全場贅述 但是這也不是我的目的 我的目標 很高 來 開始 灑車 帶進去 有沒有 盡量一次就好了 對 這個回正 你看我現在多打一下 這就不對了 實際上應該一次過就好了 不要再打第二次 好 你看 我這個彎就過得不錯 就是 稍微就是 我就說 在隧道前那個轉 稍微近一點 對不對 是吧 稍微轉久一點 然後再進去 你就可以全球門進去 這個地方 落小圈一點 要摸到彎心 摸到後彎心 這個地方是後彎心 是吧 好了 GOGOGO 喔 又有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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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你看到 39秒07 有沒有看到 剛剛場地的教練開多少 39秒17 還好還好 不然我那天我設定 我是38的 我是要設定38的 結果 我怎麼會沒有38 真的是快突襲了 好吧 沒關係啦 那這就是我那天就是最佳 39秒07 你就可以好好看一下 就是 我怎麼去修整我的錯誤 我怎麼去開 我怎麼去試 現在又有線速 對 好像有事故 還有慢慢 有沒有他有 嘔嘔嘔嘔嘔嘔嘔的聲音 嗚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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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嗚 我還想說我還想說馬上繞過他 然後再出來 趕快走因為一群車就可以練 沒想到慢慢後飛 但是真打賽車就是這樣 就是常練的反應就會跨 就是這樣 好 走進去啦 那現在應該還是在蹦蹦蹦會不會 好像還好 有沒有剛 這都是都打太多了 是吧 盡量 上一點點帶進去 全門走 全場只有兩個地方 這不用上車 過去彎星是後面這一個 對 這一個彎星是後面這一個 直線過去 對吧 走外面對不對 因為是這種樹人對不對 是吧 上車 帶進去 轉進 要轉一次就好 你看這是不是就比較漂亮 是不是就轉一次就好 對吧 不要轉很多次 貼緊一點 好 再進去 有沒有 這都全有門進去 沒有什麼問題的 是吧 撒車 塞一點點 進去就好了 對 有沒有 有沒有 確實摸到 確實摸到 Apex 確實 剛剛沒摸到是不對的 但是我講的輪胎 對不對 那個教練哥 有3907 有3907 對 開玩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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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來 走走走走 盡量示範給各位看 灑車 抓 帶進去 對有沒有 是吧 然後樹人幹嘛 走外面 對不對 是吧 樹人幹嘛 走外面 對不對 有沒有 我是不是一直示範給你看 對吧 然後還有就是 跟你程度差不多 或者是你看他失誤要怎麼走 你就記得交換線 剛剛前面我都有講 是吧 這時候我又要再追前車了 賽車 最有趣的就是 你除了可以把捐助做出來 你的超車還要很有機器 對不對 是不是 還要很有斯文 這個很重要 這個真的很非常重要 因為開車是用頭腦在開車 就是你要很冷靜在場上判斷 你要很清楚你的對手 這個非常的重要 任何進進運動應該都是這樣 你一股腦的腦衝血這樣做 其實是做不好的 是吧 你一定要冷靜的分析看 對吧 好 你看 這個塞比較裡面一點 要追擊前車 好 追之 追之 追 哦 有沒有 又遇到情侶車 人家在那邊對不對 我們在這邊好像 不太對對不對 是吧 沒關係啦 人生嘛 對不對 是吧 啊 到了到了到了 到了 哇 好 我可能 還想再試一下吧 是吧 好 其實前面這樣開就是那個肩膀左右搖是 應該是不太對 就是你要讓你身體就是貼著那個椅子 是吧 把重心做好好控制 而且正常如果你轉彎的話 你的重心應該是偏這邊是應該是不會是 這樣 OK 稍微交流一下觀念 不是說你開得不好 稍微交流一下觀念 是吧 我講的也不一定對啦 OK 等一下有人看到這影片就 有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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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享知識而已好嗎 OK 不要那麼認真嗎 好嗎 如果你有出業在影片裡面 你也是算夠樂意見的對不對 是不是 教會這麼多車友 有沒有是不是 沒有啊 你在 好 情侶回來了 甜蜜蜜 你們開的甜蜜蜜 是吧 哇 而且我鏡頭還這樣 哇 朝向這裡 是吧 真的是太甜蜜了 這真的是 真的在放閃 你看 男生在脫安全帽脫不下來 你看女生 你等一下看 哎喲 我愛情 好不好意思開玩笑的 這是開玩笑的 這是開玩笑的 拍謝 我錯了 我直接道歉 拍謝 這是開玩笑的 好啦 我們影片介紹這裡就結束啦 啊 歡迎有任何問題 你就在下面留言 好 好 我會盡量回覆你們 OK 因為我就對賽車有熱愛嘛 對不對 好 然後 你有什麼不懂的 你就在下面留言 我知道的 我會盡量講 OK 是吧 好 然後也歡迎大家多多支持我們 是吧 好 多於給予我們一些鼓勵 知道意思嗎 好 按讚 訂閱分享 讓我們頻道可以越做越好 是吧 不然我們檢視也都很辛苦啊 是吧 因為檢視是我的學生啊 因為我們就是 因為我們就是很喜歡追求夢想的一群人 OK 好 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 OK 拜拜 拜拜